哈囉我是希腐 說到上禮拜六我去參加了獅子王的音樂會 當天下午博樂出毛 然後跳個舞台以後 然後就趕著去參加音樂會 結果就遲到 不過音樂會還蠻好聽的 只是有點像看電影 只是但音樂都是那種 裡面的那個表演者大家想聽起來 然後一個指揮伴奏啊 好隨便啦 那我先來分享一下 我那邊因為他們結束後那邊有幫你周邊 那因為只有一單得一次機會 那我當然是接買爆啊 而且是剛好我身上的錢 剛好足夠買所有的東西 只差一個 一個專輯沒有買到 專輯五百塊 我大概估計買不行 那我來分享一下 我到底買些什麼吧 這個是獅子王的鉛筆盒 雖然我這個年紀 已經不在用鉛筆盒了 不過 當然是要收藏啊 內部 不知道內部有什麼的意思 啊內部一個 內部一個泡棉啊 哎呀這個不需要的 然後 然後這個是 好像鉛筆盒吧 獅子好新的啊 他有一股味道 看起來像是 被右鍵很小的 污染那種味道 我不知道啦 因為以前 以前那個 在黑板上玩他奇異的時候 有一種怪味道 然後同學是這麼說的 哇他裡面其實可以敞開來 然後 這是表演的那個 布置牛耳藝術的那個 音樂會的那個 我不知道什麼 我不知道叫什麼呢 名單吧 名測吧 應該說是名測 就是活動會有一個名測 然後上面有寫一些 關於這些表演者 然後今天活動是什麼 我大概打開一下 我如果你們要看全部 的話自己去買一本 我不會那個 然後就剛剛 剛好是這一頁 辛巴娜娜 這是 這可是我老婆 別想夠強啊 蛤 就這樣 哎呦 挖到電腦扇 然後這個是 嗯 這好像是 裝什麼 一個書本的吧 這動畫裡面是沒有看過他們 是全部的人都玩在一塊 我不知道也有可能是 就是打敗了四種刀疤 應該說刀疤 刀疤根本不是什麼網 只是一個 他就是 反派了 可是 嗯 看一下囉 裡面 它裡面也是 透明的 就是網狀的 另外一邊可以看得到 哈囉 那這個是 這也是 這也跟那個東西一樣嘛 只是Size比較小一點 也是裝那個什麼資料的嘛 只是圖片不同而已 這是結尾啊 不過這裡面大部分沒有賣那個 二代的東西 也就算你們也沒有其他的 就這樣 然後這是一個 卡起來像個筆記簿 不過應該是用畫畫的 雖然說我很久沒有畫畫 可是我覺得 我也沒什麼太多想像力 因為我只會仿畫 可是仿畫 這樣我也有畫 那時候自己開心而已 所以我沒什麼想像力也不會創作 嗯 其實我玩好幾本 只是突然不一樣而已 嗯 還有就是 想不及成為獅子王 嗯 不一樣畫風 也是一樣那個 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 一個算是 呃 筆記簿啊 喔 大資料夾 很適合增長 欸 裡面還有一張紙 這空白紙條 不用了 封面 經典的封面 現在買那個 鑽石版那個DVD的時候 也是這樣封面 我在2011年的時候 就一直瘋狂的一直重看 而且2011年的時候 他們好像有那個就是 電用的3D版欸 就是重 重播啊 那時候我 那時候我還不是很迷 所以沒有去看 然後這裡是畫車 欸等一下 這該不會是重複的吧 哇靠三小啊 這好 我買到重複的本子欸 如果有人要的話 我應該是可以 可以給他一本啊 我也是買到重複的啊 哇靠 哇勒 哇三小啊 然後資料夾 喔這不一樣的普遍 嗯 娜娜摸他的小笛子 好可愛唷 以上也不需要 可是我買到重複本的 然後 這是 我知道他們是有 一起玩過那個藤蔓 盪修仙欸 然後娜娜也是 超 超可愛的 然後就是星巴庫那個 沙祖 啊也是一個 也是 也是一個空白的筆記簿 然後就是盯滿的貼紙 我不敢猜開欸 因為他是貼紙 我怕猜的話就 他就無法再用 而且我也不知道要貼哪裡 然後 沙祖的貼紙 喔眼睛燈的也不大了 然後就是 星巴 欸仔細看 這個星巴的那個表情 真的是 超級可愛的欸 哇 真的很可愛 呃我這樣像我這樣沒有穿毛 這樣說話感覺 比較不會悶悶的 而且 我也不會說長得很醜 我最近長得露臉 我說要不要穿毛 就是在鏡頭說話 就看我的心情 因為有時候真的 真的也蠻麻煩的 呃還有什麼 我看有什麼心得 雖然我不知道在音樂會 還不知道 未來還會有啊 如果有的話我就會參加 而且我還在 那個音樂會還碰到一個 啊自己在跑酷教練的那個 朋友 也就是教練 教練 呃是哪一位教練叫阿偉 阿偉是誰 呃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上次幫我保護空方的那一位 他 我都不知道原來他在那邊工作啊 如果你看到這個影片的話 跟你說聲 say hello 好了 那我今天影片到這邊呢 那我先跟各位說 掰掰唷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點個 訂閱 然後喜歡 然後 呃點擊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